求求 别声话 练拳呢 这么急着把我笑出来 你要什么 我找你 是为了四眼 怎么了 你能不能安排我和四爷去一趟皇家园林啊 当然不行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都不问我原因你就拒绝我 总之 你要跟四哥单独出宫就是不行 你吃醋啦 吃醋 我那是 我那是觉得你与四哥莫名其妙出宫去 怕你莽撞胡来祸及四哥 如果说 我是为了四爷和德飞娘娘修补关系呢 四哥与娘娘修补关系 与你跟四哥出宫有何关联 这个你不用管 相信我就行 说到做到 包在我身上 上 走 走 你这身打扮 我这不是方便出宫 省得给四爷添麻烦嘛 好 来 上马 来 放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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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味都没有 不是 时候不早了 该回宫了 我不走 我还没找着呢 再费功夫 我们非得在这儿露宿不可 走 求四爷再让我多找一会儿吧 一会儿就行 你到底是为了谁啊 如此尽心尽力 宫里缺了几味药 需要我前来寻找 真的 看着我 再说一遍 宫里缺了几味药 需要我前来寻找 你不说实话 我没必要再陪你拉扯了 我说 撕了 朵飞娘娘最近咳嗽得厉害 我听说鱼腥草 不可以治好娘娘的病 你是在白费心理 你也该清楚 额娘根本不碰 不吃鱼腥草 但如果是四爷亲手采摘 并且亲手为娘娘熬制的 娘娘一定会吃 到时候四爷和娘娘的感情 也会重新好起来 难怪你不找十三 不然 先让我来陪你找一遍 可是我告诉你 我和额娘的关系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无需你再操心 可四爷不想治好娘娘的咳嗽吗 她可是你的生母啊 那又如何 既然明知道一切只是徒劳 无谓再费心力 好 你不管你额娘我管 我今天要是找不到鱼腥草 我就不回去了 四爷如果不愿意 那您就自己回国吗 你 你敢用额娘来压我 你 哎 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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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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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没事吧 小薇 你没事 你看我拿到鱼心草了 我可以治好娘娘的咳嗽了 你为了鱼心草 连命都不顾了 四爷 对不起 都是小薇太过任性 还要连累你在这里外陆续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要是真生你气了 我早就走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回去一定受了 还是在此处先休息一晚 明天早上再回宫吧 四爷 你是不是从小在草原长大 最喜欢马背上那种 无庸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从小 长在宫里 很少在草原的 那你 是不是最喜欢吃吉祥果 和如意糕 你听谁说 我喜欢吃吉祥果和如意糕的 十三爷呀 那是他的最爱 这不是十三 你分他四个的手 他竟耍我 十三弟从小就爱说笑 你习惯就好了 你为何要问我的事 我 你 没 没什么 好 你的脸里我很紧 我可以触摸你的清晰 你的笑容留在蓝天里 寂寞的屋顶 没有你的瞬意 定格在我脑海里 只是你 哭泣的脸 我比不比你坚强 泪往心里淌 但是我想 留下脸月月月 四爷 你睡着了吗 甜蜜我痕迹 我可以触摸 你的清醒 你的笑容 留在暖天里 寂寞的屋顶 没有你的身影 音乐在我脑海里 只是你哭泣的眼 我并不比你坚强 陪我尽力她 但是我想 留笑脸给你 我并不比你坚强 泪往心里淌 但是我想 留笑脸给你 娘娘 喝药了 是谁把玉星草放进去的 娘娘息怒 是明威的主意 难道你不知道 这长城宫中的规矩吗 明威知道 明知故犯 那就是罪加一整 娘娘 这药是四爷亲手 为你熬制的 能亲热解度 对咳嗽极好 这一点一滴 都是四爷对娘娘的 一片孝心 乖 不哭啊 乖啊 这孩子一直咳嗽 还一直哭 她肯定特别难受 我不该怎么办 回娘娘 鱼星草 不是能治好咳嗽吗 要不 给孩子试试 娘娘 这鱼星草 在宫中实在难寻 不过终于还是找到了 太好了 这孩子每咳嗽一生 我这心就揪一下 这下好了 有救了 娘娘 药草兴臭 还是用奴婢来吧 不 我自己来 当额娘的 能够亲自照顾自己的孩子 是当额娘的福气 我求求你了 她抱得好久 你让我再多照顾照顾她 好不好 这是宫中规矩 谁都不能破例 让我再多看她一眼 不可以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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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妈咪 把这个鱼星草带走 而喝了就能耗起来 如此臭剑之物也配给皇子不用 皇子在娘娘手上 谈何有好日子 线下皇子在贵妃处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走 しょう 啊 嗯 果真 主 母 当场 儿子 给额娘请安 靳晨 十三爷 连礼 走啊 今天既然主动跟我打招呼 是有什么好事吗 你成功了 德飞娘娘正跟四爷在里面聊天呢 你可别进去打扰 既然这样 那我就正好打扰你了 你别烦我 你又欠我一个人欠 德飞娘娘跟四爷和好 是你欠我才对 可以啊 那你想让我怎么报答你 走开 这么精良 对自己喜欢的姑娘正经 那叫虚伪 我问你 德飞娘娘偏爱十四 你为什么跟四爷关系这么好 嗯 因为真正的强者 永远站在弱势的一方 是你比不上十四爷 才找四爷做靠山 你 你觉得我比不上十四 其实你也挺欠赏十四爷的 是吧 除了太子跟四哥 老十四是众阿阁当中唯一一个 稍比我差的兄弟 所以跟他玩玩还算有意思 不过道不同 怎么那么明强 你说得真好 稍比我差 我问你 你说你从小跟四爷和十四爷一起长大 为什么独对四爷这么好 好像连命都可以给呀 怎么 给我感兴趣了 你可别太得意 没有四哥 就没有现在的我 有点朋友 不不不不不 有点朋友 你有没有 有点朋友 啊 我怎么做就好